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江湖 真人配衣裳 为求成衣裳 生死自渡满 走遍经济地 踏出汤如蓝 红帆自己清暗潮 藏不安的风流载 共唱胜脱缘未尽 人在信仰外 谁能了解情 谁能认识爱 唯有其难者 生为真是客 谁能认识爱 怎么回事 爹 我这会儿总算弄清楚了 我要娶的那个姑娘根本就不是什么赵姑娘 她的名字叫小绿 我问你 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小绿 爹 你赶快去找刘媚婆去跟她提亲 这会儿绝对不会弄错了 这么厉害的女人 你还敢娶她 一天打三顿 好了 半夜再饶一对宵夜 你受得了 没关系 习惯了就好了 真是没出息的 都是 谁啊 是我啊 总管 请坐 坐啊 总管 你也坐 总管啊 真对不起 上回儿我认错人了 我说的那位姑娘啊 不是赵姑娘 那是谁啊 是小绿 那还可以 那还可以 不过他们年轻啊 这些事儿不用着急 倒是咱们的事儿 你究竟研究得怎么样啊 总管 你怎么又来了呢 啊 春花 我是真心诚意的 咱们年纪也大了啊 干哪个主意了 拖不得呀 总管啊 没有说是自个儿给自个儿提亲的嘛 这有什么关系呢 一刻不犯二主嘛 做梅的 做梅的 再找别人做梅那多麻烦啊 春花 你说 只要你愿意 我就带你回京城去 县城的总管夫人好不好啊 又�报 冬刀 你家里边还有些什么人呢 没有了 就我一个不老头 叶儿女都没有啊 以前没有 以后就看你的了 你坏死了 人家还没有答应呢 那你是什么时候答应啊 不知道 这不知道怎么可以呢 你总得给我一句回话呀 那我总得考虑考虑啊 好 好 那我就等你的回话 坐 我都忘了 这有新鲜水果 咱们边吃边聊 好 哎哟 我的蜜蜜 你要真心地得爱我 我就把你给当回报 你说的好那个事 把它喝了我的蜜蜜 你说好本了个好啊 你不要坐 我这 gibi 但是就要回来 我自己不得走 看你怎么一下 拿走 那么走 你就得看你 你怎么走 我 走 總希望有一天是口徑見了 是口徑見了 我跟你呀 要我做過了 做到了烏辣米厚的身上 我個個醒醒走起了 想起那個春花妹妹 她就要來看我了 那笑得是惡夢一場 我心裡頭飛一車, 我飛一車了 三更, 來... 誰呀, 門沒閃啊, 進來吧 總管, 你瘋了 三更半夜不睡覺, 唱什麼小調嘛 就是嘛 這風一日落, 口氣 宿舍老人, 面不得啊 他 躺下了 你不睡, 人家還要睡呢 您這些小兒童懂得什麼呀 你们只知道春眠不觉晓 你们哪里想的 这个无济留春住啊 你们有没有念过 春花秋月何事了啊 我们只念过 春风不渡玉门关 年纪大了就不要思春了 年纪大了有什么关系啊 只要春风又绿江南暗 也可以少得继续戴春慧呀 我看您啊是春不迷人人字迷 对 说的明白一点 总管请你不要再叫春了 哎 嗯 我只要春风又继续戴春曰 我只是有一句子 我只要春风又继续戴 我只要春风又继续戴春风 就在春风又继续戴春风 又月三宫哎 你只不再春风又继续戴春夏琅琅 又 anywhere 在春风又继续戴春风 看这种风很没享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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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个不认识的老头子 政官 是谁呀 是我呀 是总管呢 对不起啊 对不起 请坐 我不坐了 我还有事 我马上就走 总管呢 你第一次到这来 怎么好意思 马上就走呢 来 喝茶 喝茶 我口不渴 我只是心里发慌 总管呢 你要来也不先说一声 你看我家里那么乱 做不好意思吗 还好 还好 这都是谁的小孩啊 我的 当然是我的 你生了这么多小孩啊 不算多嘛 三个死鬼的 一个人就留下了两个 就这个数目了 总管 总管 你怎么了 我脑子发晕了 脑毛病又犯了 我得赶紧找大夫去 是不是不舒服啊 要不坐下来歇会儿 不用了 总管 你怎么做 你怎么打开 你怎么打开 小心 下巴 caregivers 郡主啊 郡主啊 您找我啊 我问你 一大清早 你跑到哪儿去了 我去看一个朋友去了 朋友 什么朋友啊 我怎么没听说过呢 一个多年没见的朋友 我也是才想起来的 哦 那你找到了没有啊 没有 她已经搬家了 哦 那我问你 昨个夜里 你放着觉不睡 你鬼叫什么啊 我没鬼叫啊 还说没有 一会儿唱歌 一会儿唱小曲 你烦不烦啊 我 那是我多喝了两杯 喝醉了 喝醉了 喝醉了你就像我一样 安安静静地睡觉 是 是 让那鬼乎神豪的扰人轻梦 像什么样子 是是是 以后不会了 绝对不会了 哼 总管 以后你还敢不敢再思春了 我要把这些东西都会搞捏 走 快你干aran 你帮 tro 其实我都要去世了 我不怕呢 等你 你 일이 总想的 你没想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你说什么?谁要澄清? 吴双,还要再隐瞒吗? 红衣妃请来的没人,我都见过了 难道这还是假的吗? 我明白,你是怕我罚你跟郡主的事情 所以恶人先告状,便找出这种借口 红衣妃在追求你,这是事实啊? 不错,这是事实 难道,你整天跟在郡主的身边 就不是事实吗? 你明明知道我有皇命在身啊 你也明明知道,我不可能介绍红衣妃 可是吴双,你并没有完全拒绝她 所以她才会脱眉来提亲她 好了 不要再说了 女家之罪和坏无子 李克威,我总再认识你了 吴双,吴双 他已经走了 李大人,这就是你的部队咯 他们一个未娶,一个未嫁 这君子有成人之美 你怎么在背后吃飞醋呢? 李克威,李克威 真是没风度 准备饭 李克威,卿个回家 大人,下官就去看卧房准备韭菜 好了,不用当了什么了 我们住两天就走了吗? 是,这是下官的职责 好, 有两件事儿嘱咐你 第一, 我们有秘密任务在身 不准走漏风声 第二, 我们有机密大师要商量 待会儿不叫你, 不准进来 是, 相官告退 你们也下去吧 是 大人, 小弟是新晋才派到警卫的 就奉了皇上的秘址 要不是在路上碰到大人哪 小弟这趟差事啊, 还不知道该如何找手去办哪 这就是你运气来了 刚巧碰到我呀 天乡郡主啊, 私自出京 到现在还不肯回去 皇上啊, 十分震怒啊 责离小弟, 不管用什么办法 要把郡主带回去 可是小弟, 到现在连郡主的面都没见过 这, 这不是为难吗 这你放心 你没看见过我见过啊 我这辈子也忘不了他 只要能把他找到 这样他插了翅膀也飞不走了 大人, 这该怎么办哪 就是, 首先不能走漏风筝 还有, 你不要在街上露面 让我先找找看 找到他之后 那又好办了 这全账大人喽 不用客气了 谁知道咱们是小同乡呢 你的事还不是就是我的事吗 郡主, 雷总管, 你们看到无双没有 没有啊 赵姑娘她怎么了 刚才殿小二跟我说 她带着包裹走了 我去她房里一看 她把行李都带走了 糟了, 她一定生气走了 应该不会啊 她就算要走 也会跟李大人先打个招呼再走啊 她就是弃她才走的 她错怪我了 她也许还没有走远 我去找找她 老迷糊 你们也帮着她 赶紧去找一找 是 请你, 咱们走 是 都怪我太小心了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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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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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承认 你自己能改变了吧 双妹 双妹 我是有皇命在身 岂能不遵守圣旨呢 圣旨? 圣旨? 圣旨难道就能抹杀另一个人吗? 双妹 你说得我都不懂啊 你不必懂 你现在是全天下最称先如意的人了 你不必關心別人 雙妹 事實上 我關心的是你 你關心我 你卻默示我 當初 你是怎麼答應我爹的 你口口聲聲說你要照顧我 你是讓我留落在江湖 你說 你這是關心我嗎 這 我慚愧 我 所以我今天來是要求你回去的 讓我們像從前一樣 雙妹 我需要你對我的協助 好早日能早回神威王爺 也好早日回京復職啊 說來說去 趙無雙對你的意義 就是協助你早日交差 早日回京 雙妹 我說過 我有黃命在身 當然以朝廷為限 而且你以前不是也同意這種說法嗎 那已經變直了 那已經變成了你改變意志的藉口了 雙妹 你這簡直讓我百口莫辯嘛 你不必再辯解了 我走了 雙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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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 一個人孤零零的坐在這兒發什麼呆啊 老人家怎麼也來這裡 我是一路跟著你下來 我看你失魂落魄的樣子我不放心 所以才盯了你的燒 你不介意吧 我照顧這兒 嘴巴 坐 小伙子 咱自己 要aling 迷疑 你大跟了 彼得 那 讓我 得 心裏怎麼個想法,我還不清楚 吳雙如果能夠像老人家那麼明白就好了 你等著瞧吧,這女人呢 儘管天生是怎麼樣的冰雪,聰明 一沾上這個情字,就冥完不靈了 什麼都想不開了 老人家也有這種經驗 這有什麼奇怪 我這輩子總會認識各巴各女人吧 遇上這種情形 您老人家看該怎麼辦 怎麼辦 怎麼辦 我知道怎麼辦 如果當年我想通了我就 您就怎麼樣 您就怎麼樣 我能怎麼樣 這種事情古書上說多了 反正也沒人看得破 哎呀,你又何必追根究底呢 哎 小伙子 你別灰心 趙姑娘只怕是一時氣憤難忍 跑掉了 哎 這會兒恐怕她已經想通了 這就天下太平了 你想想,趙姑娘哪一次 不是在你需要幫忙的時候她出現了 老人家說得不錯 無雙離開京城以後 我仍然覺得她在我的左右 每次當我出了困難 她都會出面幫我解決的 是咯 哎呀,我只替另外一位擔心 老人家 您指的是郡主吧 她不過是金枝玉葉 嬌生冠養的一點吧 哎呀,就是因為她嬌生冠養 所以她不知天高地厚 心裡想著什麼 就非那兒走不可 老人家 因您之見 您看我該如何處理郡主這個問題 叫她回京 回家吧 你也叫不動她 老人家像是親眼看見似的 我三番兩次想把郡主送回京 最後總是被她戲弄一番 沒法子達到目的 她的刁鑽古怪 豈是你這老實人能對付得了的 糟了,說曹操,曹操就到 我要躲著點 老人家 您跟郡主見面那麼多次 何必回避 不不不 老人家 李柯威 郡主 李柯威,原來你一個人在這兒 你有沒有找到趙姑娘啊 沒有 郡主 是 那那老人家在這兒 看見郡主來了 他就躲起來了 他躲起來了 你的意思是 你也想躲起來嗎 郡主誤會了 怎麼?你不高興見到我來啊 郡主,我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 那你什麼意思嗎 郡主 那你什麼意思嗎 郡主 老人家 你終於出來了 老人家 請將不如計將 你還是露面了吧 這...這拿你沒辦法 老人家 老人家 為什麼每次我見到你 都好像見到親人一樣 你有沒有同感 老人家 為什麼每次看見我 都要躲起來嗎 我...我咋是躲起來嗎 我...我...我是跟你鬧著玩的不是嗎 玩家 誰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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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啊 沒想到吧 蹲家入宅 咱們在這兒又碰上了 你不是回京了吗 这次叫你们回京 干什么 怎么还有事要办呢 告诉你什么事都搁在一边去 告诉你们 这是圣上的秘址 你敢违抗圣命吗 牟总管 牟总管 说老实话 我也恨不得郡主能早儿回京去 但是郡主的脾气你们是不知道 要用很用强 绝对不行 那是会出大事的 皇上的旨意 是不惜任何手段 要把郡主带回去 那实在没有别的办法 只好用强硬的手段 那是皇上在生气的时候 下了这道秘址 要是真的用强迫手段 等郡主回京城去了 在皇上面前那么一哭一撒娇 倒霉的还是你呀 这 说得也是实情啊 这 余大人呢 你说该怎么办呢 这还不简单嘛 强的不行啊 咱们用计 这个用什么计啊 硬的不行咱们来软的嘛 有你出面 请郡主吃饭 就说 是老王妃啊 待会问候她 那然后呢 然后就 然后在酒壶里下点萌药 把她给迷婚了 快马加鞭呢 连夜把她送回京城去 那 那她要是半路上醒了呢 醒了 那再给她吃药了 一直到了京城 送到皇上面前 就没咱们的事儿了 这 哎 雷总管 你说这条计能行吗 啊 司马当成活马医 也只有这么办啦 找到没有 郡主啊 您也用不着太担心了 好在赵姑娘有一身武功 不会出什么差错的 李克威 你不会怪我吧 怎么会呢 他也太任性了一点 李大人 就让郡主歇会吧 咱们到房里去 我还有事儿请教 我还有事儿请教 哦 好 好 就让郡主歇会吧 咱们到房里去 哎 奇怪 这个老迷糊 有什么事儿 不能当着我的面说 一定要鬼鬼祟祟的 郡主 他在山狼的对策 想设计你呀 哦 设计我什么 不得的 郡主 对 你 我 什么 我 你 你 你 突然变回来 运见引见 于大人 你还真是不计前邪呢 这什么话 请坐起坐 李大人 老迷糊 可是 你也坐 可是 小二 在 没你们的事了 下去吧 是 统统下去吧 毛统领 余大人 这一次真的是要谢谢你们 请大家一起干杯 谢谢郡主 小绿 我好像有点凉了 你到房间里就给我拿件衣服来 这样有小红伺候就够了 去啊 是 来来来 大家吃菜 吃菜 小红 愣在那干嘛 倒酒啊 是 谢谢 郡主酒量不错 我给大家敬郡主一杯 来来来 好好好 来来来干杯 你们敬我 我也得回敬你们 今儿个咱们就喝个痛快 来 怎么今天这个酒怎么这么厉害 我有点昏昏的 我怎么也有点迷奔浮浮浮浮染 你们都辛苦了 慢慢睡吧 我先走了 不会 我先走了 我们再来 我们不可以 画青 很大的 上 有点 有点 尽 你如果要進去, 再追他 追他, 追他 他要照顧他 你怎麼有看見? 把他給他 要照顧他 放開,放開,放開 快,上去 請命侯爺,有輩子闖入府中 半口聽到了 你們來幹什麼 卑職等特來護衛侯爺 本局赤城江城 出生入死,斬將千起 什麼沒見過 還用得讓你們在這兒護衛 還不快去擒拿大膽狂徒 蘇勛 是 是 不要有力, 公主要報告大膽框枯 跟我追 是 我不是叫你們捉拿刺客的嗎 怎麼又回來了 潘剛拜見侯爺 是太師 老夫不敢 潘剛早已血職為民了 我當然知道 聖上班職 這種事情 我哪有不知道 不過我現在要問你 你是怎麼混進我五嬰侯府的 潘剛能有進入侯府的能耐 也用不著向侯爺隱瞞 我為了要見侯爺 是 事前早就調好了侯府的護衛 潘剛 你深夜驚擾本局 而且派人暗中潛入我五嬰侯府 你可知罪 潘剛行不得已 還請侯爺 還請侯爺恕罪 你有何不得已 小兒育龍終身監禁 雞鴨天老 還請侯爺能夠多說幾句好話 搭救龍兒 王法森嚴 我救不了你兒子 侯爺 你掌握重兵 坐鎮一方 還若你能每言幾句 還是有幾分分量 哦 潘剛 原來你的用語就在於此 我可以告訴你 你兒子是自作自首 而你管教無方 聖長班旨將你削之為民 並沒有滿門抄台 你今是容恩浩大 而你尚且不知悔改 而且變本加厲 狼子也行 難道 你就不怕本局將你拿下問斬嗎 侯爺 我能有調補離山之地於前 不又能進入侯府代後 難道說我就沒有能耐 我就敢如此 你 好 你這是在威脅本局 潘剛不肯 只請問侯爺 能不能答應我這個請求 辦不到 我告訴你 本局出生入死 赤城江城 斬將千奇說之明 豈能受你的威脅 我告訴你 豈能受你的威脅 滾出去 滾出去 侯爺 你做事太長了 今天我們也顧不了你的安危 我們走 你 你 不知好歹的趙勇 你 不知好歹的趙勇 一副冒險找五英侯趙勇 真是為了救玉榮兄嗎 大海 你到現在還不明白義父的用意嗎 不管義父是為了什麼 趙勇乃一界勇將 應戰功風侯 剛力振治 歹勢過人 我想 這招恐怕無效 哼 這招不成 還有下一招 我馬上就進行第二步 是 施主 你 我不是施主 我是來跟你借貸的 施主要借什麼東西 借你的身份 把這個道官一用 你看我辦得像不像啊 你不要不當一回事 從現在開始 我們的一舉一動 都要像個三親弟子 是 天還真熱呢 天還真熱呢 我又累又渴的 沒有悲慘 你會看你 像一個人 是 你看我 像個三十多 你會 那個人 你又對 你呢 你一直是 你呢 你 是 你 你 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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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这样细心 能有老妹夫这样细心 这样周到 这样孝顺的 你们 郡主 老迷糊 那刚才那个茶 也是你 这个老迷糊就知道 郡主解了咳以后 就准会觉得饿 所以又 老迷糊啊 你是真细心 真周到 还真会伺候人呐 您夸奖了 老迷糊是怕您又跑了 所以 就想起小时候 抓家巧这个法子 好啊 你居然把我当家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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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为真是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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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